先研发高性能车 再下放技术 做普通版家用车 能搞这种骚操做的 就是阿尔法罗密欧 德国工程师看到了 直呼 真是你会玩 本以为这台朱利亚就这样了 万万没想到 在四叶草推出的六年后 阿尔法罗密欧发布了这台 高性能内燃机新图腾 朱利亚GTAM 更没想到的是 它来国内了 时隔一周 同样的暴晒 同样的天马赛道 同样的朱利亚GTAM 而不同的是 这一次主驾是我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 梦想的车库 Let's go 上一期我们聊聊GTAM的定位 名称的含义 以及它硬核的配置 那么这一期 既然开上车了 我们就来聊聊 这台GTAM的驾驶感受 到底是怎样的 首先呢 就是动力 这台车的发动机 这个2.9T V6 其实在六年前就已经问世了 伴随着朱利亚四叶草 当时就已经调教到了 510马力600牛米的数据 和当时的V8 高增压的AMG C63S是一致的 这个数据非常疯狂 当然六年后 为了GTAM 这台发动机的动力 再次升级540马力600牛米 所以放在这辆车上面 什么感觉 就是暴躁 说到阿罗的发动机呢 有一点 我一定要说 我会一次再一次的说 就是它的低牛表现 无论是四缸的车型 或者说六缸的车型 阿罗的发动机的低牛表现 都是教科书籍的 这个绝对可以让BBA 好好的学一课 那么这种低牛的响应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 就好像加了48V电机一样 低牛响应真的太棒了 进档 这台变速箱 踩F的8AT 响应是非常快的 作为运动车 作为旗舰的性能图腾 这种在赛道上 该有的冲击感还是要有的 但是我可以保证的是 这辆车 它的这个8AT的换挡速度 绝对要比G82的MC要快很多 当然跟双利盒比 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中刹 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大拨片 手感简直太棒了 无论它的这个尺寸 摸起来的感觉 或者它按压的这个阻迷都非常的好 但是呢 这样的拨片有利有弊 利是什么 无论什么时候怎么转 我知道这里是加挡 这里是减挡 这个是绝对没有错的 但 B是什么 有些时候我需要脱手 去操作这个拨片啊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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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车开起来的感觉 这个拨片按压的感觉 它可以让我像控制一台法拉利一样 去供制一台四门房车 哦 我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我还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避震器的部分很有意思 从车外看 重刹的点头 过弯的侧倾 都有些明显 至少和我预期的是有落差的 但是呢 置身车内 在弯道里 避震器却能给我很强的信心 我和四叶草车主分享了心得 他告诉我 这就是老意大利玩法了 按照意大利人的说法呢 侧倾能够建立更多的抓地力 同时呢 能够给出更明确的极限动态 好吧 我不确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呢 这套避震 在赛道里面撑得住 而且不是过分的硬 接下来讲的就是这辆车的刹车 来自Brainmore的CCM 这个探导盘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摩擦系数特别的强 所以 在民用车里面能够感受到这种 撞墙感的制动脚感的车 其实真的不多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可以算一台 而且这辆车的测试车 它经过了非常非常多的暴力制动 直到现在我开它 在中刹的时候 那种感觉依旧是存在的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需要点赞的 那么这台Julia GT-AM开起来的整体感觉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它给我的感受就是好开 那么好开该如何理解呢 第一点就是易于驾驶 且极限的范围非常的宽泛 这台赛道里面开的时候 虽然它看起来非常的张牙乌爪 有点吓人 但是当开起来的时候 是能够给我非常强的信心的 这个怎么说呢 对比同样定位非常接近的宝马M4 GDS 那台车什么感觉 当我在试探它极限的时候 它会觉得什么 你敢试探老子的极限 老子就不敢 但是这台GT-AM并不是 它会更去商量 我们这样可不可以 或者说我们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去过这个弯 去尝试一个更刺激的过弯方式 我觉得这个就是GT-AM 给我开起来最有意思的地方 这是一种信心 GT-AM是一台偏走线的车子 RAIS模式下ESP OFF 并不能完全关闭电子系统 所以要像Chris Harris一样 华丽的出弯并且拉烟 其操作难度要比宝马M3之类的车更大 而且维持的时间也更短 这是车辆在设定上带来的个性差异 说白了 电子系统还是德国人 玩得更溜 第二点呢 就是人不容易累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台GT-AM开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不觉得哪里是累的话 哪里是个的话 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性能车来说很重要 因为有些车你开久了之后 人会不舒服 它的这个座椅非常的舒适 出人意料的舒适 我觉得这种很精神分裂的感觉就非常的意大利车 而且能够支持我这样一圈一圈的刷下去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这辆车没有什么衰减 还是像我之前说的 它拥有极致的性能和操控 同时它日常代步还算舒适 我觉得这个点一定要强调一下 第三点呢 就是全方位的视听感受啊 加速的推背感 重刹的撞墙感 弯道中的这种既值声音的冲击感 我觉得它给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全面的 所以这种感觉对于开性能车来说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在果六时期最怕的就是声让的部分会有一个短板 但是这辆车的声音 AK 钛合金 听到了吗 没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天马赛道并不太适合GTAM 但是作为初体验来说已经足够了 很快 而且很快乐 评估一下 评估一下 记性过后呢 评估一下 和大家聊一聊我眼中的阿尔法罗密欧吧 其实呢 在阿尔法罗密欧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啊 我没有太关注这个品牌 同样也没有阿罗的情怀 但当它进来之后 我开过了Stavio 开过了Julia 之后呢 又开了他们的SIA版本 我觉得一次又一次 这个品牌对我来说 是时刻充满了新鲜感的 说实话呢 我应该感谢阿尔法罗密欧 从小的来看 今天他们愿意邀请我 作为全国第一个 在赛道试驾这台车 并拍节目的人 我觉得这个值得感谢 从大的来看呢 我觉得阿尔法罗密欧 可以在这个节点 引进GTA跟GTAM 这件事情本身是值得 一个大大的respect 通常情况下 品牌都会在高歌猛进的时候 赚得盆满钵满满的时候 才像国内引进这种极端的 带有突腾性质的产品 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我赔得起 但是逼格必须拉满 但这件事情 发生在阿尔法罗密欧身上 极其任性 GTA系列的引进呢 我觉得可以让国内的Affa 真实地拥有这辆车 让车迷们 可以在路上 赛道上 或者聚会中 真实地看到 摸到这辆车 我觉得这个 才是汽车文化 最真实的存在 如果连车都摸不到 看不到 哪来的文化 键盘文化吗 在GTAM上面 意大利人毫无掩饰地 向全世界展示了 高性能图腾车型 该是什么样的 毫不夸张地说 B级高性能车 目前GTAM就是天花板 拥有极致的性能和操控 且能日常代步的 原厂改装车 我依旧这样评价GTAM 我所热爱的德系性能车 近些年 产品举证如此密集 恨不得一枚发动机 能够下出一窝蛋来 但唯独 没有造出过一台 这样的车子 极致之余 可以日常理性之中 透着一股骚劲 你们细想一下 是不是这样 这样上路是用什么感觉 这太酷了 6点是安全带 又有防滚架 之后我也想去 怂恿阿尔法罗密欧的人 可以把这台车 带到这赛去做一个圈速 我觉得车况完好的情况下 1分38秒 应该没有问题 我会盲猜这个成绩 我觉得像这样一台 那么特别的车子 应该在中国的赛道上面 留下更多的足迹 好了 这期节目就那么多 希望在屏幕前的各位 能够关注我们 加入高传青年大家庭 我们一起玩车 下期节目再见 宝宝关一下 好了 节目拍完了 但是今天有个意外的收获 今天不是拍我的车 打开后备箱 看到了吗 嘿嘿 板车师傅坐式风格 真的很意大利 匆匆忙忙拖走了GTAM 结果把备用的轮故给落下了 Cup 2 梅花瓣中心锁 好香啊 要不挂咸鱼卖了吧 有人要吗